一波 接着一波要来到现场 是的 紧接着这位嘉宾是谁呢 各位的喉咙还OK吗 因为约了掌声加尖叫 欢迎刘一豪 台湾最猛龙 活名男友刘一豪 今天真的超级帅的 看到这个花椰菜头呢 我们现场花椰菜村的村民们 一定是粉红泡泡冒不完 出道到现在呢 演过许多卖作戏剧的他 去年因为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备受好评 还黄到韩国去成为迷妹们的帅哦爸 今天要来担任的是颁奖嘉宾 相信一定又能为典礼带来另一波高潮 让我们一起密切期待 你们的喉咙还OK吗 尖叫声 欢迎刘一豪 欢迎一豪 哇 一豪真的超级帅的 而且现在呢跟韩国很有缘 不仅是跟李生姬在韩国主持综艺节目 听说今天晚上要跟丁海影一起来颁奖 现在心情怎么样 有没有学几段韩文来跟我们现场的粉丝 跟粉丝们打个招呼 韩文一直都有在学习 但就 这怎么回事 这什么东西 这是粉丝们的这个礼物 丢进来了 对 一直都有在学习 就希望今天晚上也可以帮助他们 因为既然在韩国的时候 其实受到大家很多的照顾 因为我韩文不是这么的好 那可不可以讲几句简单的韩文 跟大家打招呼就好 你好 我的名字是刘依宝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刘依宝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刘依宝 大家好 你好 讲完有恋爱的感觉 但今天以后是颁奖嘉宾的身份 那未来呢 有没有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让自己明年就可以入围者的身份参加 真的很可惜 希望接下来可以看有没有动作片 或是看起来比较酷的一些角色 对 蛮想试试看的 比较内敛的 比较凶狠一点的 对 好 我们就期待你未来的作品了 果然名字有好的都很帅 现在马上第五十四届金钟奖星光大道 先寄个广告 马上回来